佩欣斯和她妹妹AJ住在美国最贫穷的社区之一 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派恩林保留区 佩欣斯今年十岁 她一生多数时间在她亲戚之间穿梭 因为她父母并不总在她身边 佩欣斯的曾祖父好几个月没找到工作 电力取暖很贵 因此他们烧柴火来加温 拉科塔部族曾经是野牛猎人 他们在这些平原上自由地游牧几千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 美国联邦政策迫使土著同化 政策要求把拉科塔和其他部落的孩童 从他们的家里带走 并且禁止他们举行文化仪式 以及说他们的母语 他们被迫从事农耕并居住在保留区 美中原住民已经重获一些权利 但他们许多人仍选择住在生活 依然艰苦的保留区 派恩林保留区地形孤立 资源缺乏而犯罪猖獗 那里的失业率为80% 毒品和烈酒 年轻妇女下落不明 缺乏执法单位 都是这里生活现实的一部分 拉科塔部落的妇女 正试图将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们和伊门镇原住民少女协进网络合作 一起在保留区创建少女社团 这是每个邻里都有的安全场所 女孩每星期可以去玩耍 去讨论问题 并寻找机会 女孩社团在土著文化中并非异类 在第一次戏机会议上 佩欣斯和她朋友都很好奇 当佩欣斯长大后 她想要成为美国空军飞行员 就像她姨妈一样 这样的计划可以帮助像佩欣斯这样的女孩 把更美好的未来梦想化为现实 美国之音记者库普切尼特斯基 南达赫他州报道